但是你这个成名了之后 这个日子有很大的改变吗 你比如说 结识的朋友多了 生活水平提高了 现实多了 知识收入的多了 月底的那个也收入多了 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改变 那生活本身会有什么变化吗 你现在还种地吗 种着呢 还种着呢 种几亩地 现在还有五亩地 种着地 不要脱离了这个本色 这就叫结底气地气 这叫不忘本 对 你算你们村上的名人了 对不对 周围的邻居们 对你们的态度有改变吗 有啊 你比如说 我邻居就是说 那个谁家就是说 只要是不买房 不买车 给我借点钱 就属于那种不是图享受的 对 朱志文你看 我这出不去的 我这上岁数了 你借过点钱吗 我干的小生意 那好 我借给你的钱 这个人就说 朱志文你看 我出去 也不好打工了 你借过点钱 我想买个 买个土辣机 改参家的生活 我那可以 这你会帮助 这当然 什么是快乐 能帮助人 让别人有收益 这就是 我觉得 这个是 幸福 是最快乐 我们听说 我们听说 朱志文自己在生活条件 有改善之后 你为自己的村里边 好像还修了路是吧 是啊 还干了一些工艺 对对对对 我们那个村 没有柏油路 都是这个泥路 一下点雨 你别说开车 你就是步行走 你经常 不是小孩滑倒 就是老人滑倒 因为我在那开车 我知道刚下完雨 那个山水车 本来是上的 只走着 走着走着 就在行 那就梳螃蟹了 它就横着走了 结果压着横钩的 结巴了 这个路不修 不光给我自己带来不方便 而且是给所有的 走这个路的都不方便 我既然是我们家乡的领导 家乡的父老乡亲 把我捧出来的 我要回报父老乡亲 这是天经第一的事 我听说你那件军大衣拍卖了 就是为了帮助家乡 不是 偶然一次机会 临时想起来 为什么要拍卖呢 在济南做节目 做节目一看就 有一个烧了 这个手指都没了 这个手指都没了 还脸上烧了脸都烧没了 有一个仗的小孩 可爱 我说这太可怜了 我说我怎么能帮人呀呢 结果我一想 就是我 别人也说过 名人的东西 能变卖 卖了也可以 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我那个时候刚出名也没钱 我真的是说 待了几天 我爸我这个大衣 卖了 卖多少钱了 卖了五十一万八 我说你们这一个够不够 不够五十一万八 不够六十一万八 救助了那几个小孩 生活变化的越大 越容易让人找不着本 但是呢 朱志文的这个事呢 有了钱 不忘本 还种地 该怎么生活 还怎么生活 有了钱 不忘爱 这所有的一切 都证明朱志文 在名利过后 没有躁动 确实值得我们圈里面 很多人学习 当然也不值得我学习